我們今天等一下我還會讓大家看一個動畫 這個動畫就是如果告訴我們本來上次看的錄影 幾乎是只有兩個基因的定位 可是如果擴展到三個基因的時候 它要怎麼去決定它的基因順序 那我們上次雖然說看影片 但是還沒有跟大家講一下說這個章節的概要是什麼 這個章節應該是我們上半學期裡面最重要的一章 不瞞各位講 我覺得如果你懂這一章 這一章了解的話 其實孟德丁對你來講都是小case 這一章才是 我覺得是屬於我們所謂的傳統與傳學裡面最重要的一章 那如果說我看過這兩組寫這兩組問卷的也是比較辛苦 因為這一章節是需要一些理解力的 如果沒有理解力 你要去打那個題目還是打不太出來 所以各位你們如果有事先看 那上這個課應該會比較輕鬆 可是你如果沒有事先看 你就是來這邊 就想要說 我上個課就想要聽得懂 可能有一點難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還有一些homework 可以協助大家去理解 那就是希望說大家能夠去注意一下 那我跟各位講一個基本的遺傳學的概念 基本上遺傳學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染色體上面的基因 基因是什麼東西 或是基因的位置在哪裡 我們不知道 我們唯一能夠看到就是說 你的子帶 子帶1 子帶2 子帶3 或是一些子帶 出現了不一樣的變化 所以我們去回推 他說那到底基因有沒有發生什麼變化 所以說我們看到了這種東西 這個部分叫做phenotype 因為應該大家都知道 phenotype 所以我們要藉由這個phenotype 去回推我們的genotype 這個是遺傳學一直以來在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今天 可是各位你們在學遺傳學的時候 你都已經知道它是大A小A 所以他去求這個phenotype 可是事實上呢 我們大部分的情形是跟你講說 他的phenotype是這樣這樣這樣 請你去回推他的genotype 應該是這樣 我們實驗上的順序應該都是這樣子 了解嗎 所以說那當然考試會怎麼考 考試的話 有可能是給你genotype 叫你去找phenotype 有哪些種類或是哪些比例 但是也有可能是給你phenotype 然後要你去回推他的genotype 都有可能 所以為什麼在連鎖這個地方 就會變得更複雜 或是讓大家會更 confused 因為它已經不是簡單到只有 夢的定律獨立分配的大A小A 它已經涉及到所謂的互換率的問題 根據這個距離大小去決定它的 那在這邊我們還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下說 這一張其實最主要就是Morgan他們實驗室所做出來 所以這邊有一些還是基本的東西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像包括說果蠅的染色體 果蠅只有四對染色體 所以說為什麼在早期在Morgan的實驗室 一直做很多很多實驗的時候 常常不能repeat 夢的兒的實驗就是這樣 因為它只有四對染色體 基因很容易就連在一起 各位了解這個概念嗎 所以說 既然是這樣的話 他們就覺得說 夢的定律到底對不對 所以才會經濟地發生 想到所謂的這個連鎖的這個概念 或是所謂的互換的那種概念 那當然還有一個 Morgan實驗室還有一個很偉大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們是第一個去解出所謂的性 性連遺傳的這個東西 性連遺傳當然我們有跟各位講 就是公的性別跟母的性別 性連遺傳不一樣的時候 你如果交換Phenotype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他得到的子帶的Ratio是不太一樣 這個就是性連遺傳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好 那我們這邊可能會讓大家先了解一下幾個 幾個你要去了解果蠅的東西 包括他的身體是黃身 這是Yellow 這是這種東西Mutant 我們知道如果說他小血 而且是血體的話 這種大部分都是代表Mutant 那如果正常就會出寫一個證號 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像這個白眼 那當然就知道這個是屬於White 就是白眼的Mutant 那如果說像這個翅膀 比較短小 短小的叫小翅 那如果說幾乎是沒有翅 它叫殘翅 那不太一樣 我知道你們有看到那個殘翅 那這個理論上應該叫殘翅 小翅應該是翅膀比較小 等一下我們應該也有圖像給大家看 OK 所以大家要先記住這個 那各位為什麼這一張大部分很多人會學不太好 學不太好原因就是因為 這個Phenotype長得都很像 所以你一不小心你就沒有注意到 那第二個學不好的原因是因為有很多英文 那這些英文你們都不懂 等一下我會跟你講像這個 Maniature 這個就是小的意思 可是你看這個字你看不懂你就覺得很尷尬 就覺得很煩 就是大概會有這種概念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一下 那原本上原則上 這一張主要為什麼會有Cromosome 其實他們就是要了解一下 這些基因位在Cromosome的哪裡 那當然這個東西其實就是跟各位講的 從性狀一直回推到基因的 基因是哪些基因 然後這些基因又位在哪裡 這個是他們想要了解 了解的 好 那當然這個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其他的Groove 有在顯微機下看到這個 藍色裡有交叉的這個現象 各位 交叉 不代表會交換 你要有證據它會交換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希望你手也會交叉 請問你手交叉以後 你在顯微機下看到這樣交叉 可是你兩隻手有互換嗎 不知道 所以這個雖然有交叉 可是會不會互換 不知道 但是所以我最後要跟家人講說 那有沒有證據證實它 你說 哎呦我Finochai 有看到它改變嗎 各位 你染色裡有看到它改變嗎 有沒有 那這個等一下我會問大家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在這後面有提到 好那這一張呢 其實有三個很重要的名詞 連鎖 互換 染色體定位 那這都是 都是一體的概念 你必須要 基因是位在同一條染色體 或是說基因靠染劑呢 就會有連鎖的現象 那連鎖呢 你會要連鎖 又要產生不一樣的Phenotype 就是所謂的 這個 重組的Phenotype 那就必須要有互換的過程 那藉由這個東西互換的過程呢 我們就可以去 染色體去定位 那這個就是 一連串的一個這樣的概念 好 那我們首先這邊 就先提出了 剛才三個形狀 黃色身體 白眼 還有這個小刺 那請問一下它的基因會在哪裡 那當然 當初 Morgan他們就 the group 在1913年的時候 就定位出這一條 這個三個基因的 各位 一百年前 一百年前 他就可以去定位 這三個基因的位置所在 好 認為說 白眼是在這裡 白眼是在這裡 那這個 黃色是在這邊 比較靠近 那這個 短刺 小刺呢 是在比較遠的地方 那如果對照今天 對照今天 就是說已經 比較當代 現代的技術 已經做一些基因的定位 這個就是目前的一個 一個位置 所以你會發現說其實是非常準的 那當然這個是另外的方式 用果銀巨大染色去定位 那它的位置 大概可以抓得出來 所以說其實相對位置其實都差不多 距離的遠近也抓得差不多 所以說這其實是人類第一條染色圖譜 那當然是造成相當大的震撼 OK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再稍微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這個 呃 形狀 像這個東西剛才大家有提到 這個是捲刺 就是刺膀會捲起來 那這個呢 就是蠶刺 Vestigial 上次你們看那個報紙的 看那個 Vidio的時候 他是寫Vestigial 然後如果說是小刺呢 其實正常應該是比較大到尾部 跟尾部短長 那小刺呢 就是長到這邊 長到那個沒有過身體的這樣子 OK 好 那這其實還有其他的Venotino 我們就等一下 之後有機會就跟大家提到 所以說你看一下這些 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字 看到這個 Ibody 或是看到這個 Ichness 因為就是說 怎麼字這麼多啊 你都搞不清楚 所以你就讀起來 就覺得非常的痛苦 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 當然他們所對應的呢 一定都是所謂的 Wild Type 那Wild Type的話 當然就是 身體的顏色就是灰身 那眼睛的顏色就是紅眼睛 那 這個東西大概就是這樣 好 那如果說有一些卡通圖 你可以對照一下說 有些 它的位置到底是在哪裡 包括是在 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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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為什麼大家要觀察果影 其實你會發現這個 性狀真的很小 你就是要 要很 細心的去觀察 OK 好 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 白眼大家也要去觀察 那一般來講就是 公的會比較大隻 母的會比較小隻 那你說 青少年會不會比較小隻 當然也是會小一點 但是 可能 可能 就是不會差那麼多 所以 比較起來同時期 公母 就是母的比較大 公的比較小一點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眼睛 這個 叫豬紅色 請問這個 跟Wild Type有什麼不一樣 一個叫做 豬紅色 Vinia 一個叫做 紅眼 請問這兩個 你看出來怎麼樣 不一樣的紅 很難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說你真的是要 很細心的人 或是說 你看了很久 才能夠去區分這種兩顏色 原來是不一樣的 它另外叫做 墨黑色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基因 好 那剛才我們講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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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次的 OK 然後這個卷次 這個是蟬次 這是真實的狀況 是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回到這邊 我們這邊 所以 我們要開始講 幾個 幾個重點 我們知道說 染色底 呢 基因會在染色底上 如果說這兩個基因靠得很近 A跟B 請問他們兩個 手牽手一起 一起在這基因上的機率高不高 如果說今天不管是交換 好 假設這個 這條染色底 跟爸爸的 跟媽媽的 做染色底交換 它可能發生了交換點在這裡 發生交換點在這裡 發生交換點在這裡 唯一能夠打亂AB的 只有交換點在這裡 其實這個機率大不大 當然機率小 如果說比較這塊區塊 跟這整個區塊 這是比例是不是很小 所以說就表示說 它的互換率的機會是小的 互換的機率是小的 這個概念 只要有 那其實就沒有什麼 太難了 那相對的 如果有個A跟C這個基因呢 你看它中間的互換的機會這麼大 它只要中間一交叉 他們就互換了 對不對 所以這比較起來 這互換就稍微大一些 百分比就 互換率就大一些 好 那我們這個其實就是在跟你講 如果兩個基因靠很近 小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兩個基因 當做一體的 是可以的 所以說你今天 雖然說有兩個形狀 根據孟德爾的定律的話 兩個形狀 它如果說要做 做所謂的Pana square 或是用比例的話 他們顯性隱性 它是會符合 9比3比3比1的這個比例 對不對 可是呢 如果說這兩個基因是靠在一起的 它也不能獨立分配 那最後它的ratio會怎麼樣 最後它的ratio會怎麼樣 最後它的ratio會是 會呈現什麼樣的比例 還是說會呈現 單一基因的樣式 就是所謂的3比1 或是1比2比1這種比例 就是單一的性 這兩個要看成單一的性狀 是哪一個 各位知道我的問題是什麼 也就是說 當這兩個基因靠冷靜 幾乎是連在一起的時候 請問這兩個基因 這兩個基因 要把它變成是兩個形狀呢 還是要把它合為一 這兩個形狀是一體的 可以把它判成兩個形狀嗎 不行 對 所以說有人搖頭 沒錯 當兩個基因靠冷靜的時候 你就要把這兩個基因 把它視為一體 把它視為孟德的一個形狀 只是它的性狀有兩種 兩個這樣子 像這個case就是這樣 如果說你們有機會可以看書 它大概就是這樣講說 這兩個基因靠很近 所以說它其實 所做的這個比例 它根本幾乎都拆不開 所以說它的比例 其實就是符合孟德爾的 所謂的單一性狀的概念 我們這個過程 就是所謂的幾乎是完 所謂的連鎖 或是所謂的完全連鎖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如果在相同染色裡 所以當然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它 因為剛剛那個線 其實就是假設是相同在染色裡 所以它的配子 就只有兩種狀況 一個是大A大A或是小A小A 就是這樣兩種狀況 那當然如果在不同染色裡 它其實它就獨立分配 就會有四種配子 所以第一個問題就來了 如果基因位在相同的染色裡 它又要得到 得到所謂的四種配合 請問它必須要怎麼做 它必須要怎麼做 它基因是位在同 就是說基因是位在相同染色裡 就是A跟B位在相同染色裡 它的配子原本就只有 只能出現這兩種 可是呢 如果說它要呈現另外的兩種 也就是說要呈現第四種 四種的配子型態 的話 結果它必須要怎麼做 它這染色裡必須要怎麼做 要close over 要互換 所以就是說 假設這邊這一條 必須A跟大A小A要互換 所以互換就會呈現 有所謂的小A大B 或是大A小B的配子 沒錯 就是染色裡一定要互換 這個我們上次在 在video裡面已經有看到過 就是像這一張圖 你看它如果說經過了互換之後 它就可能呈現本來原來的配子之外 多了這兩種 OK 好 那你怎麼知道 它是不是位在同一條染色裡 其實不知道 就像我跟各位講的 你只有看VenoTime 你根本不曉得它的基因 是位在同一條 或是位在不同條 那你真正都只能靠實驗得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講說 根據它的這個配子產生的數目 要注意喔 這邊產生的這個配子 那當然就會呈現的VenoTime 藉由這個VenoTime的數目 要記得喔 數目 或是所謂的比例 然後這個呢 可以去回推到它的VenoTime 是道理 或是它是不是連鎖在一起 OK 它是不是會在同一條染色裡 或是所謂獨立分配 好 那這邊就是 我們再講一個 如果說它今天靠兩基因靠兩基 它連鎖就會發生 如果它距離很遠 距離很遠 它就會有所謂的 就是不完全連鎖 那不完全連鎖到一定大的時候 當然就有可能會變成 所謂的獨立分配 所以剛才我們跟各位講 如果連鎖在一起的基因 要把它當成是一體的 符合孟哥的單一形狀的 的一個 Moral Hybrid 的一個 計算方式 OK 所以說這個東西 大概基本的東西了解 了解了以後 我們就要來看這個動畫 現在就是說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去把這三個基因 去定位 我直接先用動畫給大家看 因為我覺得動畫比較清楚 那大家先看一下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來繼續討論一下 這個過程 已經有看過這個動畫的舉手 有在家裡看過這個動畫的 希望這個應該可以吧 所以這不行嗎 我記得之前好像直接按螢幕就可以了 看起來這個電腦是不能支援的 好 好 OK 好 OK 好 那這個我就直接一個按 你們自己先看 我就引導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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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的 是 Jensen他們 細胞學校他們做的 他們看到了 OK 然後他就拿這個 然後來去 去探討說 可能 是不是有經過交換的這種概念 好 那 這個也是摩根他們自己本身 他們認為說 基因 應該是 有點像是 一塊塊一塊鏈珠的這種概念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說 如果說 他有經過交換 這個就是交換的概念 OK 好不好 那我們開始 來去看一下他三個基因 如果說他有三個基因 各位您可以注意看一下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他的基因 那你可以看到熊火銀 就是說在這邊 它是 白眼 所以還有 短刺 M 或是 黃身 就是 白眼 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他實際上是寫這個 基本上講 一般我們就寫這個 不會特別再寫B 因為這個 這個就感覺正好 是另外一個基因 可是實際上他就是 表示他是正常的 正常的 紅眼 正常的 灰聲 或是那個所謂的 常識的概念 OK 所以你看看 這是中文和英文 那你看 如果說按照孟德定語 他經過了所謂的 這個帕拉斯克 互相去配的話 那理論上來講 這個得到的應該是 二分之一的 這個 性狀 跟二分之一的 這個 爸爸的性狀 或二分之一媽媽的性狀 假設 Sorry 不是爸爸媽媽 就是說二分之一 是跟 這個一樣的 那你看一半孔一半孤 但是這個先決條件就是說 這三個基因是怎麼樣 這個概念是什麼 這三個基因是怎麼樣 如果要符合這個的話 有先決條件是什麼 這三個基因是要怎麼樣 在同一條染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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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完全注意 證實說這三個基因 這三個基因會這樣 應該還有一個 這樣是OK的 還有更精準的 連鎖 連鎖 連鎖也OK 再為他同一條染色體 或是連鎖 還有要補充什麼 蛤 不對 這就是 就是因為他不獨立 所以才會造成這樣的情況 簡單說 這三個基因是連在一起的 絕對不是獨立 絕對獨立是完全錯文 當他講到連鎖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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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的概念 當你講到 你剛才講到什麼 再為在同一條染色體 你是講到連鎖 OK 在同一條染色體 其實就是連鎖的概念 為在同一條染色體 或是連鎖 都是這樣的概念 絕對不是獨立 就是三個基因幾乎是在一起 所以才可以 他們三個都不分開 分配就是分配到這裡 或分配到那裡 對不對 這就是符合 我們剛才講說 兩個基因如果靠很近的時候 是這樣 這個叫做所謂的 純顯性 或是純銀性 好 那當然事實上不可能這樣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會得到的比例 就是 就是 二分之一這個 可是呢 他們真正在做的時候 你看 他做了十萬隻果銀 一萬隻果銀 Sorry 二十百千萬 一萬隻果銀 結果發現只有三分之二 是純銀性 或是純顯性 所以純銀性 跟純顯性的概念是什麼 也就是說 這裡面呢 一萬多隻裡面 有六千 接近七千隻呢 是屬於 跟純銀一樣的 紅眼睛 就是像哇奧泰文一樣 那有一半 應該是一半一半 一半是這個 那一半是黃色體深 短視跟 跟所謂的白眼睛 好 那他就覺得很奇怪 那除了是看到這個之後 他還看到什麼 他還看到 他還看到了這個 大概三千多隻 欸各位 請問這個跟哇奧泰文 有什麼不一樣 這跟哇奧泰文 有什麼不一樣 開始考驗大家的眼力了 誰說的 來 對 他的翅膀是小的 所以你看他一個 性狀不一樣喔 OK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 請問這個跟 跟他的 爸爸媽媽的 品牌有什麼不一樣 蛤 大翅膀 大翅膀 OK 好 因為跟他比的來講的話 他應該是要小翅膀 結果他是得到 媽媽的 這個另一半的 一個大翅膀 所以你看 他這個叫做 重組 就是Combine的一個 好 那我們再看看 這個部分 請問這個地方 又跟原來的 這一隻 品牌有什麼 有什麼不一樣 體色不一樣 還有呢 就只有一個體色不一樣 對OK 他也是一個性狀不一樣 好 那最後這一隻 請問這一隻 有什麼 跟有什麼不一樣 翅膀 還有呢 翅膀跟體色 所以他是兩個性狀不一樣 所以他是兩個性狀不一樣 這是一個一個一個性狀不一樣 好 那當然 你如果對照另一邊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一個性狀跟上面不一樣 這是兩個性狀跟上面不一樣 好 那這就代表什麼意思呢 他呢 就開始去想說 那為什麼從一開始 我們認為說 孟德爾定律的話 應該是三個基因 聯手在一起的話 應該是只有某一個性狀 只有最上面的 最上面的這兩個而已啊 可是他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呢 表示呢 他們 他們呢 基因呢 後來他們認為說 這三個基因呢 如果是在一起 A B C 如果是在 如果是在同一條染色體上 他們一定有某種程度上的一個互換 OK 就是剛才我們看到那個染色體互換 所以你看看 這裡喔 如果說他交換一個性狀 假設這樣子 他這邊是不是交換了一個性狀 OK 如果說他放在這裡 他是不是也交換了一個性狀 對不對 好 那當然 有人講說 如果說在這裡呢 交換了幾個性狀 交換了兩個性狀 就等於說是兩個 然後就交換到兩個性狀 所以他們是用這樣的方式呢 去推敲染色體到底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好 那再來 OK 所以這個就是他的一個示意圖 他就發現說 為什麼這個比較多 這個比較少 你看這三千跟六十有什麼差呢 你看喔 如果說今天三千多隻了 三千多隻表示他互換率還蠻高的嘛 請問互換率蠻高應該是 是發生在Y跟W之間呢 還是發生在W跟M之間 好 舉手啊 那個 W跟M之間 沒錯 就是 他們就是推敲是這個 但這隻是相對的 也就是說他有 有那個比較少數據的 所以他大概可以畫出這樣的一個比例 好 那所以說你可以 你可以看一下這裡喔 如果說 這裡本來是黃眼 這個本來就是黃眼短刺跟白眼黃身 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 一交換了以後 欸 是不是一個形狀 只留下來了 然後兩個形狀被交換過去 所以他在這邊呢 只剩下一個小次的這個東西 這是不是跟原來的媽媽很像 就是紅眼這個 他只有交換了一個形狀 就是在這裡的這樣的概念 好 那另外一個 如果說六十隻呢 那當然就是在這個短的部分 那短的部分如果交換了一次 OK 所以你會發現說 他這裡呢 褐色身體就換到正常了 那可是他的白眼跟他的小次還是錯誤的 就是這樣 所以他這個東西 那當然這因為距離比較短 所以他交換率的就比較低 所以說他的指數就比較少 那再來呢 如果說 為什麼會出現只有九隻 那麼少 他會交換兩個形狀 所以他為什麼會那麼少 少隻 為什麼會那麼少隻 蛤 為什麼會那麼少隻 因為他基因的距離比較近 所以 互換率很低 他距離比較近 互換率很低 所以說應該是誰跟誰互換 B跟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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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跟Y是對偶基因 他在這裡的對偶是叫做B跟Y 還是B跟R B跟R 不對啊 B跟R是剛才的這個 剛才60隻這個B跟R 對不對 所以今天有另外第三個 第三個 第三個 第三種情況是 他的指數更少 他的指數更少 但是 而且交換是交換兩種形狀的 那他怎麼樣發生 你剛才錯過了 剛才我們第二階段的問題 還有沒有 好 發生了兩次交換 發生兩次交換 發生兩次交換是發生在哪裡跟哪裡之間 R跟B跟R跟L OK 好 那好 所以說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發生兩次交換的機率 是很低的 為什麼 從機率學上來講 為什麼發生兩次的機率是低的 從機率學上來講 為什麼發生兩次的機率是低的 這裡有個機率 A 這裡有個機率 互換的機率是B 請問如果要互換兩次 他的機率是多少 他的機率 互換機率 後面 最後面 A乘B 很好 A乘B 機率一定是百分比 一定是百分比 對不對 請問0.2乘以0.3 他接下來變成多少 0.06 所以原本的機率如果20% 跟原本的機率是30% 一乘起來機率只剩下6% 了解嗎 所以互換一次機率 跟獨自互換 跟互換兩次 為什麼互換兩次機率低 就在這裡 OK 所以說你會看到 它其實就是互換兩次 當然互換兩次它是這樣的話 可是實際上 有可能先發生這個 再發生那個的概念 因為如果 各位 它這樣是直接叫做一次互換 對不對 可是你想一想 它有可能是先互換這裡 再互換這裡 對不對 OK Anyway 只要是互換兩次 你就可以發現 他的性狀是怎麼樣 本來呢 他的紅眼睛 是媽媽的 他這兩個性狀 是三個在一起的 可是後來紅眼跟白眼 居然是被互換過來了 然後他ratio又特別低 所以就知道說 這個一定是經過互換兩次 得到的結果 好不好 所以說你現在已經得到 這個概念 互換很低 是會經過兩次的互換 OK 所以看到這個動畫 你就覺得說 就這樣 其實這一張 大概講到這邊 就結束了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上次講的 跟這個 然後當然接下來就是 就是要去算它的ratio 今天要看一下互換比 所以說我們如果說 回到最原始的這個部分 有幾隻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 我們就可以去算說 到底 到底這個機率是多少 這個機率是多少 這個機率是多少 這個機率呢 就是代表 這邊的距離 各位了解嗎 這是不是成正比的 你的數目越多 數目越多 表示他互換的機率就越大 所以我這邊可能畫的不好 所以我這邊可能畫的不好 所以A跟B如果說 我畫短一點 那B跟C畫長一點 那就可以了解說 這個機率 互換的機率相對就是 就是比較低 這就是 就是比較 比較高 OK 那互換率呢 我們叫做RF 就是RF代表什麼意思 RF呢 RF 它其實這個 這個就叫RF 就叫RF RF是什麼的縮寫 其實如果有寫過的話 應該就很清楚 RF是什麼的縮寫 好 我先讓這邊好 REL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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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QUENCY RELTIVE FREQUENCY 一個字對 一個字不對 RECOMBINATION FREQUENCY 我們一直在講 互換率 互換率 互換在哪裡 就是這個字啊 RELTIVE其實也 好像有一點可以 但是其實 比較標準是RF RF Frequency OK 好 所以就是這樣子來的 好 那我們接著就要回到課本 所以講到這個 你也知道說 它這裡 因為為什麼我覺得 動畫比較容易看 你會發現說 在這裡 這就是課本的圖 課本圖 我沒有剪這個 因為看起來 就是非常的深色 就是給你畫這些東西 看到都睡著了 好 那我們現在 就稍微簡單來看一下說 課本怎麼去描述這個 他也是這樣說 有這三個機 那這三個機 同時一開始要形成一個 所以說有一個 Wild Time 褐色體色跟紅眼睛 請注意喔 這雖然有三個機 但是我兩兩百碳 兩兩千碳 所以它這是 白眼跟黃體色 然後經過了這個 第一次 第一次所謂的 這個 混配之後呢 你會發現 Parental 也就是說有爸爸媽媽的 Mil Time 占了99.5%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你會發現說 有這個 跟這個一樣的Phenotype 跟這個Phenotype 居然占了99.5% 可是呢 他們在裡面 還是看到另外一個 看到一個 它怎麼只有單一性狀 它只有一個Phenotype 就是它是黃色 但是它眼睛是正常 它只有一個白眼 但是它身體是正常 居然這裡面還有0.5% 各位如果是你在做實驗 你也想說 啊這0.5% 有沒有辦法浮云掉 算了 直接全部看這個 對不對 就剛好符合Mult的定律 是不是 如果大家做實驗 一定會覺得這0.5% 太小了 就把它浮云掉 是不是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有時候這個生物 做實驗 就是在這個 魔鬼就藏在這細節裡面 所以你看他們就是知道 原來這99% 它還有一點點的0.5% 是屬於recarbonate的Phenotype OK 好 那就證實什麼 原來Y跟W怎麼樣 Y跟W怎麼樣 Y跟W非常的近 對不對 近到距離是多少 如果是你 你會覺得距離應該是多少 如果以RF為單位呢 你覺得它的距離是多少 好 各位 我要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科學都是人去創造的 所以 很多東西 都是由你來決定 由你來命名 好 好 那我現在畫了這個 我就直接跟他畫的一樣 這是Yellow的 一個是 一個是 是什麼 另外一個是 M W 把眼 OK 另外一個是 是 是什麼 是小次M 好 好 所以說呢 它得到的一個距離是 居然百分之 你看喔 99.5比0.5 這個其實差異算很大吧 對不對 你數一百隻 一百隻果蠅裡面 還只有半隻果蠅而已耶 OK 所以你至少要數到一千隻 才有機會出現這個 這個 五隻對不對 一千隻 應該有99.5 所以要一千隻 你才會出現五隻喔 那所以說這個 那個base要非常大 那你可以可想去 如果說這邊 我如果說把它定 單位把它叫做RF 那你覺得這個 這個你把它 想要把它當做是多少 你認為 合理的你可以 定義成什麼 就是它的距離 應該是多少 你要把它定為1喔 為什麼你要把它定為1 為什麼你不就1% 1%就是1呢 所以 0.5 OK 好 你可以把它 這0.5其實 其實應該我這樣子 並不是很好 那其實 這個地方就是0.5 對 這個地方就是叫0.5 OK 所以他就發現說 我這邊的距離 可不可以叫做0.5 可以啊 我就把它定位這邊 距離叫0.5的互換率 公尺 公字 這是都是人在定的 那我第一個發現這個 我可不可以自己定這個距離 基因突破的距離 我來定可不可以 可以 這就是科學 就像你發現什麼物種 你要命名 隨你的意思 不是嗎 所以我意思是說 科學的發現 有時候就是這樣 你第一個 你可以自己決定 要怎麼去做 要怎麼去命名 好啊 那再來 第二個 他後來也發現說 那如果說 我今天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眼睛 另外一個白眼 跟所謂小刺 它的一個狀態是怎麼樣 所以可以從這邊來看一下 Wild type 這是小刺 小刺跟白眼的性狀 結果呢 一坐下來之後呢 發現說 哇 有66%呢 66%跟爸爸媽媽一樣 也就是說 它是有紅眼睛的 Phenotype 帶來翅膀的Phenotype 或者是 白眼睛 小刺膀 就是跟 爸爸或媽媽一樣的Phenotype 佔了多少 66.5% 那其中呢 recombinate 是什麼意思 recombinate 就是說 它只有單一 小刺的Phenotype 眼睛是正常的 或是說 它只有單一 黃色 它白眼 它眼睛 白眼人是不正常的 這裡佔了多少 佔了34% 所以 這個互換的Ratio 有多少% 34.5% 那比照剛才的 是只有0.5% 那表示說 表示說 這個小刺跟 小刺跟這個 白眼的距離 我可以把它叫做什麼 叫多少 可以把它叫多少 白眼跟刺膀 白眼跟小刺膀的距離 可以叫做多少 34.5% 沒錯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 沒有太難 你會發現說 數字就是這樣 你看 我是把 我們之前不是一直在講 我們一直要把所謂的 Phenotype 的個數 或者是Ratio 把它轉換到 Geno Geno GenoType 的一個 上面 所以說 我們GenoType 關心的就是什麼 就是距離 Distance 或是相對位置 相對位置 所以 它到底是怎麼排 Y W 或是W M 當然有人會懷疑說 奇怪 為什麼 Y一定在這裡 Y為什麼不能在中間 Y為什麼不能 Y 不能是 Y W Y在這裡 M W 那你怎麼解決這問題 怎麼解決 你怎麼都會啊 蛤 你是做這一題的嗎 你們是同組的嗎 不同組的喔 我先讓他們來回答 我想你怎麼都一直都會 好來 給你機會回答 請你找另外一個基因 然後再給它 另外一個 找另外一個基因 可不可以明確的說明 是找另外一個什麼基因 找另外一個表現型的基因 要說清楚 我現在目前已經有明確的 Hint 告訴你 你可以找什麼樣的基因 去做 找另外一個基因 當然是沒有錯 可是你沒有正確回答 我的條件都已經給你了 所以你應該能夠回答 回答得出來 來 你說 找Y跟M的基因 找Y跟M的基因 OK 沒錯 你就再去做Y跟M的 所以說你看 剛才我們這邊是不是已經做了 已經做了這個Y跟W 這邊做了W跟M 那裡還有誰跟誰沒做 就是Y跟M Y跟M一做 你就知道它的距離 是大於這兩個 還是它是小於的 如果是小於的是在中間 如果是大於的 就是在外面 就這樣 OK 好不好 所以其實 這個 就是等於說 在另外再做 這其他兩個 兩兩互做 兩兩互做 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第一個部分呢 兩點定位 就是這樣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那這個地方 當然就是要開始 有一些名字的介紹說 中間過程中 我們已經有看到這個 Cross-Over 這個現象 那Cross-Over 我們在之前已經有介紹 這是Casmata 就是有跟大家講過 好 然後這邊當然也有寫 如果說太靠近的話 其實就是太靠近了 就 Less likely 就是太靠近 就不容易 這個有交叉 互換的現象 我想這個從 從 邏輯 數學 或是 或是所謂的物理學 來講 都是這樣的狀況 OK 就是它距離短 那當然就不容易做交換 好 那再來我們就講到這個 所謂的這個距離 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跟各位講 他們呢 居然是我們發現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定義它 它就定義說 recombination recombination frequency 就是所謂的一個 map unit 所以呢 所以這裡 本來 0.5% 的rf值呢 他們呢 就把這個rf呢 把它定義叫做 一個 一個map unit 就是簡稱mu 所以簡稱叫mu 或是說 因為要紀念 要討好老師嘛 所以要叫做Senty Morgan 所以叫做 C大M C大M 所以這個就是 他們的一個 一個命名 好 所以如果說你看到是rf 或是mu 或是cm 都是這樣的概念 那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那如果說 各位 你們還有一點點 印象的話 其實 我看這個是要講的 OK 我們把這一段 繼續講完 那我們剛才講說 那這是兩點兩點定位 兩點兩點定位 OK 所以說其實剛才我們回想 上次我們所講過的 這個 這個 兩個phenotype 這兩個phenotype 其實如果說 連鎖在一起 那 連鎖在一起的話 我這邊要講 OK 如果說 那你可以看 這個最高 最高比例就是99.5 對不對 可是拆成這兩半 拆成 這兩半的時候呢 其實是49.75 49.75 那我們要來看就是說 所謂的 所謂的 這個 當初我們 看了 一開始看了這個 兩個phenotype 所以說我們parental的phenotype 最多只有50% 這個東西是要大家要了解一下 我們 我們 這個 OK 這個問題是這樣子 RF值 最高多少 你實驗的RF值 最大值 有沒有最大值 可不可以到 80 90 100 recombination recombination 的phenotype 有沒有可能到 90 100 有沒有可能 最高只有50 最高只有50 好 為什麼最高只有50 這個上次我們已經有跟各位講過 如果根據夢的定律來講 你今天來講 用搭配個小小 就是隱性隱性的 那你可以發現說 有50%呢 會出現跟爸爸媽媽一樣的 可是呢 有50%呢 如果50呢 會出現所謂的互換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是根據 如果說按照夢的定律 就是兩個性狀的一個 獨立分配 是這樣子 就是1比1比1比1的比例 或是25% 可是呢 他在這個過程中 他發現了 這裡有83%的 這個phenotype 是根據爸爸媽媽 但是只有17%是recombination recombination 這個phenotype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說 他這個地方 如果有連鎖之後 占了17%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他這個距離是17% 當他如果說無限延伸 一直延伸到最大 就是什麼狀況 延伸到最大 就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你要知道 為什麼 因為一定有50% 是要分給parental phenotype 你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最大值是50% 就是互換最大值只有50% 因為你有50% 要分給原來的phenotype 了解嗎 原來要分給他之外 他最多最多只能到50% 他最大值只能到50% 那你們如果了解一下 那個基因 這個互換 就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 因為 這兩條一定是佔了50% 所以他互換一定是靠這兩條 那這兩條互換 如果說是佔10% 那你當然這邊就是90% 你剩下的其他部分 就是佔了40% 所以加起來是有90% OK 所以這邊就是跟你講說 互換最高 最高只有50% 要了解一下 所以這邊你可以發現說 為什麼這邊可以畫出來的phenotype 畫出來的圖 不是0.5 這個34.5 就是在這裡 那當然 你說 我們等一下就要來探討說 它的相對位置 我們剛才有講過說 其實你在做這兩個的位置 你就發現距離是35.4 所以35.4已經大於這個大於這個 所以它是在外面外側 OK 了解嗎 好 好 那我們大家先休息 等一下我們就先講 那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這兩個加起來 怎麼不等於這個 這兩個加起來 有沒有跟著相等 這加起來的話 是35 35 這是35.4 不等 為什麼 我們下一堂課再跟大家講 我們下一堂課再跟大家講 謝謝 謝謝